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那么在文学创作当中啊 有时候很精确的一种感受 在哲学上 在数学上是模糊的 在数学上 在哲学上很清晰的感受 在文学上是不清楚的 我举例子来讲 比如说 我们形容一座山很高 太行山很高 我父亲就是出生在太行山间的 这个山区的一个小村庄 那么太行山有多高呢 如果我们用地质测量说 海拔多少多少米 那就不是文学的表述方式 文学的表述方式 太行山有多高呢 我父亲就跟我讲 他原来有个叔叔跟他讲啊 说你从站在山顶上往下面扔一个石头 然后呢 你回去吃顿饭 等你吃完饭呢 那个石头还没落到地呢 这是文学的表述方式 就像我们看一个山 一抬头 山有多高 一抬头 帽子掉了 而不是说海拔多少多少米 就是说我们在谈到文学创作的时候 我顺便讲到一个 就是说我们什么时候 这只鸟算是捉住了 文学如果是一只鸟的 我们什么时候把它捉在手上了 什么时候它还在天上飞着 离我们很远 就是我们找到一个契机 就我们跟它距离怎么样 在文学上怎么样子拉近了 一种感受 我们说不出来 一种感受 我们想表达一种感受 我们说不出来 但是我们要用一种文学艺术的方式 让人心领神会 所以我们就觉得 当我们想做一个作品的时候 创作一个作品的时候 我们想到很多 哎呀 哲学上是什么 这个数字上是什么 历史上是什么 就扯远 我举个例子来讲 这是我童年的亲身经历 从前啊 慎中国的爸爸 大家就要拉小提琴的 慎中国的爸爸 叫慎西南京艺术学院的 一个老教授 非常有水平 我小时候呢 太贪玩了 就没有学 没有学小提琴 也没有学任何一个乐器 慎中国的父亲叫慎西 这个老先生现在已经去世了 那个时候文革期间呢 在文革后期啊 在我们家里面教我一个表哥 拉小提琴 他就讲 这个拉小提琴的时候啊 这个弓怎么拿 这个手怎么握着这个弓 到底要握得紧一点呢 还是松一点呢 又是不紧不松 怎么来理解呢 这个慎西啊 这个老先生 我印象很深 我小时候就是经常探望 回来我就听他讲 怎么拿这个弓 他就做了一个比喻 他说你就假想啊 你的手里面握着一只小鸟 这只小鸟呢 你不能让它飞走了 你要握着它 但是呢 你也不能把它捏伤了 你不能把它捏疼了 捏伤了 又不能让它飞走了 你这样来拿着这个弓 就对了 理解吧 就是说 这就是文学的表达方式 艺术的表达方式 它做一个比喻 让你心领神会了 我一想啊 我这个手里面 握着一只鸟 全明白了 这就是艺术家教学的方式 你要碰到一个哲学家 或者数学家 他要教你 你这个食指是35度角 你这个中指是45度角 你怎么弄 就像我前一段时间 去那个上那个驾校 那个师父教我怎么样子倒车 他说你这个竹竿 在你这个后视镜的 这个45度角的时候 你打轮 然后打了三把轮以后 回来一圈半 我本来会开车的 不会了 因为我不知道 什么时候是45度角 什么时候再打一圈半 再回一圈半 就不会了 我本来会开车的 给他交不会了 我就告诉大家 就要让自己和文学的距离近了 是什么近了 心里感觉近了 人的感受啊 它是一种 文学上是一种模糊的 但是呢 这种模糊 在文学上就很清楚了 不要你详细的来描述 就是有时候啊 你讲一个 讲一个效果就好了 你比如说 普希金在他的一个 一本短篇小说集 叫别尔经小说集当中 讲到有一个 小人物系列 有个著名的短篇小说 叫《驿站长》 在这个驿站长当中啊 他就写了一个 驿站长的女儿 很漂亮 后来被一个中尉啊 骗走了 这个驿站长 辛辛苦苦一辈子啊 女儿也给骗走了 生活很不幸 他就形容这个女儿 驿站长的女儿 很漂亮 那么他很漂亮 怎么写呢 他没有写他的 樱桃小口啊 忽闪的大眼睛 我们形容一个人 漂亮 可以 他怎么写的 他说 那些来往的旅客啊 有时候在这里 吃一顿饭啊 或者住一夜啊 只是为了多看他两眼 行了 这个人有多漂亮 就说清楚了 你要是 应要是说到 他的具体的数字 那就不是文学的思维 理解吧 就是文学的思维啊 它是心理的一种感受 这种心理的感受 小到 怎么样拿这个工 描写一个姑娘 怎么漂亮 大到一个人 对这个环境 对他所处的 时代的 内心的感受 这就是 我说的 一个契机 就是说 人怎么样和一个 你感兴趣的 或者你热爱的一件 一个人一件事 拉近距离 那么我们找到这个距离啊 找到这种感受 心里面的感受呢 我们就可以 有文学的 找到一种新的 文学的表达方式 这是我讲的 顺着上次这个契机 这个话题 举一两个例子 那么我们在讲到 源泉的时候呢 我们上堂课讲到的 是神话 与传说 那么神话与传说呢 用另外一个词 来准确的描述 也可以换一个词 就是顾源 今天呢 我们就讲这个词 这个顾源呢 不光是指 故土的顾源 还有心灵的顾源 一个民族文化的家园 顾源和家园 这个是文学史上的 文学创作当中的一个 所谓的母题 就最重要的一个课题 我们看很多文学作品 特别好的文学作品 实际上它都是写一个人 对顾源的感受 我为什么说源泉呢 一个人要是丢了顾源 对故乡没有感觉的话 你哪里来的灵感呢 你哪里来的创作的动力呢 你比如说 我们随便举两个例子 鲁迅的故乡 大家都看过吧 鲁迅的故乡 沈从文的编程 是吧 都看过 那么这些 我们新文学史上的 最好的作品 随便举两个例子 它写的是什么 写的是顾源 人对顾源的感受 你就是说 我这个人 对别的都有感受 就是对我的顾源 没有感受 那么你这个人 对文学就没有感受 文学某种程度上讲 就是故人 心灵的故人 好 那么就这个话题呢 我们就讲到这个 现实当中具体的例子来讲 我还是说 这个明前查 就是说 我总是在上课之前呢 我把我这一星期以来 对文学的新的一个思考 告诉大家 算是一个小板块 如果我们课堂有板块的话 那么我们下面在讲 我们今天接着讲希腊神话 和圣经的神话之前呢 我们还是讲 我最新的一个感受 前两天 我看这个电影频道 播了一个 蒋文立演的《历春》 我一直没有看着 我就看了一下 这个蒋文立 我就光听说 他为了演这个戏啊 珍重啊 珍了四十多斤 他自己讲的 他拼命吃 拼命睡 让自己变得很胖 演了一个人叫王彩玲 他就写一个 大概是一个退休的女工 四十多岁 人又肥胖 生活呢 又被这个生活琐事缠绕着 但是他有一个艺术梦想没有灭 他要当歌唱家 他要去哪里唱呢 他要去巴黎歌剧院唱 然后呢 他跟他的恋人 也是一起画画的艺术家 他们坐在火车上 我就 我没有看全这个电影 我就 就有两个地方呢 我心里面就咯噔一下 哎呀 我说糟了 这个电影坏了 一个就是说 他说 我要去 我昨天我梦见 我自己在巴黎歌剧院演唱 他生活当中特别的 这个平凡 而且艰辛 人也胖了 人家艺术学院的人也不收他 但是他有一个梦想 要去巴黎歌剧院唱 然后最后结束的时候 他和那个艺术家 大概是要到北京来吗 还是落选了 还是参加考试 他就说了一句话 他说 哎呀 他说这列火车 如果是开向巴黎的火车 该有多好 我一听 完了 我觉得这个戏失败了 彻底失败了 这个立春呢 这个失败了 为什么失败了 我负责任的说 他失败了 就是一个人啊 他对自己的雇员的理解 这个境界 有问题 这是一个很关键的 对我们每个同学来讲 对我个人来讲 很关键的一个话题 我以前就碰到 我很欣赏蒋文丽这个演员 她人长得很正 就是很中国一个女人 是吧 我有一次 我隐隐约约 我就觉得有点不对 我没想到 这种小的不对 在艺术当中 表现出一个大的不对 什么不对呢 有一次人家跟她 访谈的时候 大概讲到 她个人经历的时候 她就讲到 自己的老家在蹦步 她是个安徽姑娘 在蹦步 她原来也是个女工 那个王彩玲 她为什么花那么大力气 拼命地去演她呢 那就是她自己 怎么样呢 她说到自己 雇员的时候吧 是一种 用我们今天的话 就极其负面的一种说法 因为那个地方的人 闭塞呀 保守啊 狭隘啊 灰暗啊 她对自己的雇员 充满了一种 怎么说 蔑视的情绪 或者说是一种 绝望 或者说是一种 怎么说 就觉得自己的雇员 代表的贫穷落后 代表着闭塞保守 代表着坐井观天的一群人 这个是谈话间 不经意流露出来的 一种小情绪而已 而没想到 放在了作品当中 历春这个电影 利益很好 写一个生活当中的人 他有梦想 他要去唱歌 他要实现自己的梦想 但是这种梦想 是有问题的 怎么一个问题呢 给我感觉 他是一个 心怀着小资产阶级梦想的人 把自己的梦 放到了生活当中的人身上去 也就是生活当中 没有一个王采林 只有一个蒋文利 理解吗 就是说 一个人不能假想 我的故乡的人 是这样的 其实是你个人是这样的 而你的这种理想呢 并不是最坚实的 我把这个话说得更清楚一些 也就是说 一个真正返回故乡的人 他是不需要自己的火车 开往巴黎的 他是一列从巴黎回来的列车 而不是开往巴黎的列车 他不是一个要走向歌剧院 巴黎歌剧院也好 维也纳金色大厅也好 如果一个人的梦想 建立在世俗的梦想基础之上的话 这个梦想是苍白的 如果一个人默默无闻的 他不管从哪里回来 从巴黎回来也好 从乡下回来也好 从外地打工回来也好 那么这个时候 他回到了自己的故乡 他的故乡对于他来讲 是一片神圣的土地 在这个意义上讲 我们讲 这是我们所说的 文学当中的心灵的故园 心灵的故园是神圣的 是至高无上的 没有一个地方比 没有一个人的故园 比另一个人的故园更高 也没有一个人的故园 比另一个人的故园更低 理解吗 心灵的故园 都是圣土 都是圣地 都是耶路撒冷 都有那块卖家的陨石 只要我们心里面在那里 就像鲁迅写这个故乡 他可以写这里的人 是吧 很悲惨 润土叫他一身老爷 他觉得天崩地裂 但是怎么样呢 他发现了故园 有这么多问题 但是前提是什么 故园是一片热土 在这里净透了祖先的血泪 和他自己深深的情感 他正因为热爱这个故乡 他发现这儿人有问题 而不是说 我跟你们不一样 我要离开你们 我要去巴黎 我要去巴黎歌剧院唱 实现我的梦想 唱这个意大利的歌剧 唱这个 错 错 真正的故乡 真正的故源 是自己内心真实的感受 我相信一个人 如果抛开了世俗的功名利路 这一切外在的因素的话 一个王采林 是不会向往巴黎歌剧院 巴黎歌剧院 甭管它是好的 是不好的 我们在这里不去评价 它是一个外在的东西 理解吗 是一个外在的人世间的 红尘当中的一个场所 一个标记 而不是人们内在的故源 如果一个人心里面 找到了他自己 内在的故源的话 他是不在乎去哪里的 我记得我自己前些年 我在长江边走的时候 我看到一幕镜头 让我怦然心动 这个地方也不是我的故源 但是我是长江边的人 所以长江边都算是我的故源 那么我就从这个地方讲起 这个地方叫木洞 我们接着讲这个神话的家园了 我们还是在讲这个话题 在这个木洞这个地方 有一天傍晚 我就在等船 等船的时候呢 因为大家都回家了 我又回到码头上 我看船来来往往的 就看到两个小姑娘 和他们的妈妈 一起跟我一起在等船 天黑了 那个船慢慢地亮着灯火 从远方缓缓驶来 回到这个木洞了 他们两个人站在那个高坡上 翘首 跳望着这个远方来的船 两个小姑娘 我说你们在等谁啊 我们爸爸回来了 爸爸回来了 四川王说 爸爸回来了 爸爸回来了 这个两个小姑娘 大概也就五六岁吧 和他们的妈妈 三十出头的 也是在这个饭店里面的服务员 带着两个孩子 就这样子等待着 他们的丈夫 他们的父亲回来 结果船来了 我跟他们一起等 当时我觉得这个场景 特别感人 女儿等爸爸回来 妻子等丈夫回来 那么船来了以后呢 很多人就下船了 背着大包小包 提着这个箱子 我就看见了 他们的父亲 大概就是在外面 打工的一个农民工吧 背着一个包 然后表情就很沉重 脸色非常难看 看见他们的女儿 看见自己的女儿 看见自己的妻子 好像带着一种怨气 意思你们干嘛 跑来接我 当时我一看他那个表情 我特别的悲伤 好像是他没挣到钱 就是他在外面打工 大概是一年下来了 反正不如意 回来了以后 哎呀 两个孩子欢天喜地 拽着这个爸爸的衣服 就跟着他 这个爸爸就低着头走路 然后也没有好生气 就是对这个孩子 一点笑脸都没有 我当时看见 他这个父亲的这种表情 临扛着包 尤其是看到 在他父亲回来之前 两个姑娘站在岩石上 眺望的那个神情的时候 我突然意识到 什么叫雇员啊 雇员 就是说 如果你一个人 在城里面 走路的时候 看见我们工地上 有很多农民工 是吧 你们都不会 不是你们 是我们都不会 多看他一眼 灰头土脸的 这个穿衣服啊什么 反正就是 我们就觉得农民工 都是个名词而已 我们不会区别 A农民工 B农民工 我们分不清 他们有什么差别 我们不去正眼瞧他 我们不去关心 他们的命运 我们不去了解 他们的内心 我们只是 从形式上讲 农民工 拖欠工资 要给解决 这已经很好了 可是我们扪心自问 我们真正关心了 那个人没有 我们以为自己关心了 其实没有 但是换一个角度 当我在江边上 看到曾经有两个姑娘 那样的盼望的 他们的一个远方的父亲回来 带给他们希望 带给他们梦想的 那个父亲 他不过就是在城里面 抬砖头的 弃房子的一个泥瓦匠 这个时候 你再回到城市来 你再看到这个人的时候 他们每一个人 都有这样的女儿 都有这样的妻子 都在他们贫穷落后的 打引号的 所谓贫穷落后的雇员 等待着他回去 这个时候 你如果尊重自己的雇员 热爱自己的雇员 你就会热爱别人的雇员 你热爱别人的雇员 看到了这样的情景 你就会被这样的人 这样的事 感动 感动之后 你就会尊重人家 你就会理解 人们不需要去 巴黎歌剧院 那个地方 没有我们的梦想 那个地方只是一些名声而已 这是我个人的看法 个人的看法 所以我自己走了 世界上一些地方 以后 我后来回到了温暖的雇员 我觉得哪里的土热 哪里就是雇员 我后来回到温暖的雇员 我后来回到温暖的雇员 我后来回到温暖的雇员